康轩光碟安装解决方式 今天有人反映康轩的教学光碟 在我们的新北市作业系统上面安装有点小状况 个人测了一下,结果是这样 当我们使用磁碟印象挂材器挂载起来 这里就会看到我们挂载起来的 光碟,基本上这就是一张光碟 如果你执行这个支程式,它会进入安装 安装完,我这边装过了 那装过了,会发生这个现象 当你把康轩书打开来是空的 你说到最小也没有东西,按XX也只能这样 所以那怎么办 原来康轩的教科书 基本上不太需要安装 好,我们来看一下 康轩的书,电子书 就是我们只要执行K103这支CH-0这里 有一个ebook manager这支程式 那你就直接以外来执行 当你来执行的时候,它就直接可以线上执行 那你要看哪一课课文 这边所有功能简单测了一下 都是正常的 那你也可以使用电子书的班长 或者其他的都可以用 这些都可以用 那所以解决方式还算简单 好,这样正常就可以乱 那康轩电子书的做法就是这样 那至于这一个 好帮手是可以装的 装完也有点作用 所以康轩电子书的做法 解决方案就这样解决就可以了 你只要找到什么 把光碟挂载起来 找到你的主要的一个应用的资料夹 执行ebook manager这个程式 电子书就会跑得起来 那至于其他的资料 看你有没有用到 那就这样就可以直接执行